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各位早安 OK 各位早安 好 那 雖然我們這門課會繼續用線上 可是因為我昨天看到交易部可能會更改80人以下才可以實體上課的規定 所以說我們很有可能在未來的某式上課 可以開始用實體的上課 雖然是實體上課的話我會請助教做錄影 然後放在Youtube上面或NDQoo上面 所以只是我們不會有Livestream 我們現在來看我們上次 看的那個問題 我們上次看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上次看的問題是 我們要考慮這個空氣阻力 我們要考慮空氣阻力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解出這個 這個從 可以解出這個 我們 這個物體從 開始飛然後 然後落地的這個這個時間 好 那 我們解出來這個 equational motion 我們也把這個 這個 equation 解出來 那基本上就是 我們之前解這個 X跟Y方向的 這個 受到空氣阻力的時候 這個運動 好 那我們上次說 那 這個 equation 基本上最後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上次 要試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要問的就是 當 K 區區域 0 的時候 當 K 區區域 0 的時候 K 是這個 這個 空氣阻力的這個 係數 空氣阻力的這個係數 空氣阻力的這個係數 那 K 區區域 0 的時候就是應該回到我們沒有空氣阻力的時候這個 這個 這個 case OK 好 那 所以 我們上次嘗試要 要take這個limit 就是說 我要 這個 K 區區域 0 的時候 那我們要回到這個 這個 原來這個 這個 原來的這個 equational motion OK 好 那也就是說 我預期他最後應該會得到 K 區區域 0 的時候 Y Y是要等於 Sine Theta T OK 減去1 2分之1 GT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預期 我們預期這個 得到這個結果 那 好 那我們上次遇到了一些困難 那困難是因為 我耍白癡 好 那我們來重新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的是這兩個東西 這個 take 這個 limit 好 好 那 我們 我把它分開來寫 我把它分開來寫 對不對 那這一項 這一項 只有這一項我才可以用這個 Lobita法則 也就是這個 這個Limit OK 區區域 0 因為這個Singularity 我 take a limit 之後 我 take a limit 之後 就會得到這個 就會 就會 上下做微分之後就會把這個Singularity remove掉 所以我可以上下做微分 所以我就得到 V0 OK 所以這個我得到V0SingData OK 好 那 那這個 這個 其他這兩項這個Singularity 我不能用Lobita法則 因為 他們是Singular 那 我基本上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說 我要做這個Taylor Expansion 所以Exponential minus KT 等於這個東西 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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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我們 我把它Copy 我把它Copy 然後我們已經處理掉了 我們已經處理掉了 好 那我會走到這一下 那 呃 可以加上 對 我已經處理掉了 1-1KT 可以加上 大... Kt-1Kt平方 所以我把它戴進去 加上 G Kt-1Kt平方 除以K平方 好,那我把上下的K都把它削掉 我剩下這個東西 所以前面這個 前面這一項 前面這一項就跟這一項消掉,所以我最後會得到 KT-1KT平方 SORRY 這是平方式KT OK好 sorry 所以前面的第一項消掉 所以我只剩下後面這一項 負二分之一 取體平方 OK 好 所以 我們就回到這個 我們把這兩個收集下來 我們就回到這個y等於 y0 0 加上v03data T 1二分之一 GT平方 好 好 好 那 呃 我們上次也提到就是說我要怎麼解這個 我要怎麼解這個T 對不對 我有興趣的是要去解這個T 那我可以 有兩種解法 那 第一種是數值的解法 為什麼這個困難解呢 因為這個T基本上就是 他不是一個這個這個 簡單的這個函數 他在這個exponent上面 所以 我沒有很容易可以解的方法 那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看就是說這個這個方法是怎麼解 我們有什麼方法來來解這樣的問題 好 好 那 我們 今天第一個 來看的就是說 我可以用這個所謂的Perturbation的這個方法 那是所謂的這個Perturbation的這個 好 那這個Perturbation什麼意思呢 這Perturbation就是說 如果我可以找到一個小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參數 那我就把這個對這個參數做這個這個 極速展開 那如果這個參數是小於1的話 那我就可以 保證就說我只要展開 夠多次項的話 我就可以得到 相對準確的這個結果 好 那 那 那我們說就是說 各位未來在做這個這個物理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你要找到這個 找到 你看到一個小小1的這個這個東西 那你基本上就是 你就是要這個 你的這個本能就是要把它這個做 做展開 OK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這個要怎麼做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要怎麼做 好 那一樣的我要解這個問題 那假設就是說 我的K 不是太大 我的K不是太大 我的K不是太大 好嗎 Such that KT 元小1 KT元小1的話 那我基本上就可以把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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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nential 展開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用我們剛才用過這個這個東西 OK OK 所以上面這個式子 就會 等於 所以這個 記得我這個V是 大V 是 V0 Sine Data 對不對 所以我得到KT Data 減2分之1 K平方 T平方 加上6分之1 K三次方 T三次方 倒倒倒 OK 好 那 所以 所以 我就把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原本是一個 這個 非多向式的這個 這個 這個Expression 把它變成一個 像多向式一樣的這個 這個Expression 好 那我們就可以來試的解他 好 那我們說 讓我們 保持 這個 這個K 最多最多到這個 K的這個 這個 K的這個 這個 這個三次方 SORRY我這邊稍寫了一個 應該是有 OK 好 所以 我要解的這個 這個 Equation就變成 T 等於 這個 OK 好 那 加 打打打打 那我們來整理一下 那 那我只keep的就是 所有的像 到這個 到K的三次方的這個 這個order 所以我們就是keep for the K的三次方 那 那 第一個是 第一項 對不對 把這個 K都先消掉一個 所以我得到 G B加 G over K 如果 我還是要 我可以 你 我 不 我 不 我 想 第1項層過去 我做這樣的事情 讓我把這個gkt乘過去 這樣比較好整理 所以我左邊的項是gkt 對 所以右邊項是k平方vt加上gkt-2 k3t平方v 然後減去1分之1gk平方vt平方 然後加上1分之1gk3t3 然後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然後剩下都是高階項 好 那這邊這兩個是消掉的 所以 我可以把它重新整理 我可以把它重新整理 然後把k平方都消掉 所以就變成1k平方 然後 7 消掉 變成1 變成2 所以你稍微整理一下就發現 最後你就會得到 T T 等於是 2bg 加上1分之1 k t 30方 sorry T平方 好 好 那 呃 我們這樣 我們還是可以做另外一個展開 對我可以做另外一個展開 因為如果k很小的時候 那我這個 e over e加k v除 g kv除 g 加上kv除 g 的平方 好 那所以說 呃 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對不對 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可以 最後得到這個 T OK of order k平方 好 所以說基本上就是我 呃 我要的結果 那我可以 我可以怎麼去解這樣的東西呢 這基本上簡單polynomial 對那你可以用一個 解 解這個 1元2次方程式的方法去解 或是你可以用疊代法 疊代法 疊代法的話 可以用這個 Iteration的方法 Iteration的方法是什麼呢 Iteration方法就是 好我可以說 當k等於0的解 那這T就是等於 我叫T0 2v over g 對不對 好 那 那 所以 那因為我現在有k 所以這個不是正確的解 對 那我正確解 我就把這個解 當作是我的T 去得 把它帶進去 然後去得到新的這個T 也就是說我把這個T0 帶進 四值的右邊 對 四值的右邊 然後就得到這個 這個 下一個T 也就是說 我把這個四值 我把這個四值 對 分數是有一個 index OK 所以我把它當作等式 我把它當作 這個是 第1個 時間的這個 這個 這個解 那這個是 i加1 的這個解 所以 我的這個起始條件就是 T0 等於 2v over g 我的T1 就會變成 2v over g 加上 1 3分之1 2v over g 的平方 點去2v OK OK 是不是等於 因為等於 2v over g 減去 1減 kv 3g OK 好 那 對 所以這是我做迭代的 這個這個方法 當然你可以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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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這個這個更高階項的話 對不對 那你基本上就是一直迭代下去 你就會得到更高階項的這個這個這個 Solution 好 那所以 你有這個T之後 對 那這個這個T是我 of order k的這個這個解 of order k的這個解 對 of order k的這個這個這個correction 那k如果很小的話 我基本上到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correction的 地步基本上就可以了 對 對 好 那 嗯 所以 你預期在k很小的時候 k small的時候 這個這個這個 Solution 這個Solution 基本上是可以很好的這個描述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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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那你要解這個Range的話基本上就把這個這個時間帶進去就可以了 好 那 那 當k越來越大的時候 也就是說 我在展開 我這些展開 我一定要keep這更高階項的時候 對 所以 因為 因為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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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ansion 對 我剛剛闖開到這個項 是因為我說KT元小1 對 那這個condition如果不是 不是strictly這麼這麼好的話或者說他KT 是比如說是這個這個這個元小1可能是10的-3次方 對或是10的-4次方 那 那 我可能就keep到這項就ok了 對 我還有KT如果是原 是 比如0.1的時候 那 我相對的誤差就會變大 對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課本上面2.9這個這個圖 你的approximation基本上你要keep越越越越高的這個 接 接的像 那 所以在這邊 我們預期就是說這個perservation的這個結果 他只有在這個 K很小的時候才會是準的 ok 那當K 變大的時候他就會deviate from這個你的這個 這個正確這個這個結果 那 你要嘛就是要 保留更多的這個K的高次項 或者就是說你你要用這個數值的方法去解他 好 那 不曉得這個 這樣解釋大家同學有沒有問題 都不曉得這個 我要 想找了 這 對 解釋 喜ア 一 都不曉得 有 感谢观看 有同学问这个Iteration为什么可以先带T0 基本上我想要做的事情是解这个方程式 我想要解这个方程式 那我知道就是说 因为k很小 k很小 那我知道k等于0而这个解 基本上就是这个解 就是当我没有加这个空气阻力的时候 应该有这个解 好 所以我把这个等式 我把它变成一个迭代的式子 所以 kD0解这个解 就是我开始迭代这个解 所以这边其实变成 有点像是就是说我迭代 进去 然后我就可以得到 更好的解 这个意思 那 当 k is small 那我可以继续迭代下去 我可以把T1再带在这边 然后得到T2 那他会得到k平方的这个解 对 他会有一些correction 对 那在这个情形的话 因为 我们之前在做很多expansion 才得到这个 这个解 所以 不是那么stray forward 对 可是就是说 给你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多向式 给你一个这样的多向式 对 那你都可以用这个 这个迭代的方法去做 对 特别是你有个小参数的时候 对 那这我们未来会时常看到这样的东西 对 你可以先选 可以等于0的这个 这个解 当然是你 第0的这个 第0阶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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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proximation 对 然后 你再 呃 再把 第一阶的这个 proximation 解 带进去 那就是第二阶的 proximation OK 呃 对 对 在这个情形的话可以直接带这个 这个公式就好 对 那 可能想像如果说我现在这个 这边是一个t的四四方的这个 这个多向式的话 对 你就没有公式可以带了 欸 所以说我这个迭代法基本上就是用就是 用运用了这个这个 这个 嗯 可以很小的这个事实 所以 这个地方都是correction 对 那 只是我可以再把这个这个t1 带进去 对 我就得到一个k平方的这个向 那每次迭代一次我就得到一些更小更小的correction 对 那我预期就是说迭代很多次之后 我会得到一个很接近正确的这个解 好 那 那 所以沈哲宇问了就是说上课直接来找YouTube频道就好了 对 您要subscribe 而且要把那个 把那个bill 把0这个按上去 这样你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stream 对 都在同一个channel 对 所以你要 你要like这个channel subscribe这个channel 好 那 这边有一个有关上市的这个这个问题 所以 2.5的时候 2.5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一个 g-kv等于负体 所以 呃 同学说是这个这个是 这个lock 这个lock g-kv 会不会是小于0 可是 呃 因为 kv最小的这个stationary的这个solution 基本上就是 顶多顶多到 到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 其实 assume这个就是大于0的 对 因为在这边我没有initial condition 没有这些 这些东西 其实我 我没有判断就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 对 所以 嗯 我在做这个积分的时候 我是假设这个东西是大于0的 对 这是well defined 对 那你最后做出来的结果你会发现 其实 呃 因为你最后会得到的是一个exponential的这个 这个结果 所以没有关系 那同学问 要 为什么时候可以做iteration 对 那其实你只要有任何这个 我觉得 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 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 generalic的case 好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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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式是 这个样子 对 那 嗯 假设是 A 比如说是这个 A X 最简单的就是 比如说 X三方 有一个 A X 三方 加到B OK 所以 如果 A 等于 等于0的时候 等于0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 X就等于B 对 那如果是 A小 圆小于1的时候 对 好三方不好 因为三方还有 easexsolution A A小于1的时候 对 那我知道就是说 我知道就是说 我就算是 就算这个解 离B也不会太远 对不对 离B也不会太远 对不对 那 所以 我基本上只是想要知道 就是说 这一项 这一项 对 这一项 这个 对我的这个解的 这个correction 有多少 就是离这个有多远 对不对 所以我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Iteration的这个 这个 formula 对 也就是说 我可以把它变成 i加1 要等于 b 所以我得到 x1 基本上就是 b加 a b的四四方 对不对 那我可以再带进去一次 等于 b加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等于 四四方 ok 所以 我可以把它展开 那我就 keep 我可以得到 a b 四四方 对 这是x1 然后加上 嗯 下一节的话 是 4 4a平方 是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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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4 5 5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一直迭代 你可以一直迭代下去 那你看就是说 这个每次迭代出来的这个因为 他会pick up一个a 然后pick upa平方 那你可以想 就是说你再继续这样迭代下去的话你会得到 更多这个a三四方的这个解 你基本上开始pick up这个high order解 可是呢因为这个关系 对不对 预期就是说 到某一个某一次迭代之后 你基本上这个这个这个 这些correction都变得不重要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正确的这个解 至少很逼近这个正确的解 我不晓得还有同学还有没有问题 手写笔记会上到ntqool吗 让我想一下因为这个 我手写其实有点乱 好我看看好了 OK好 好我现在还是希望就是说可以在教室里面上课因为写黑板的感觉还是比较好一点 而且我可以看到同学的脸 我可以看到有点 哦 那 那有些问题我就基本上让这个助教来带你们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那这个example2.9基本上我就请助教在这个这个洗涤课上面 带大家做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 我们刚刚看的问题都是这个 一维或二维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例子 一个particle在一个这个 带电particle在一个磁仓里面的这个运动 带电particle在磁仓里面的这个运动 那我知道一个带电particle 他在这个磁仓里面 所受到的力基本上就是这个 Lawrence Force 我假设这个 我假设这个这个Charge 这个particle的Charge 是Q 那 OK 那它的Initial Velocity OK 这点VLin 那 V-LinX,V-LinY,V-LinZ V-LinZ Sorry,應該是V-Lin 那V V 讓我把它寫成這個 X. 那我假設大家熟悉這個向量符號 這個基本上就是 X.X hat Y.Y hat Z.Z hat 在Z方向的這個 在XYZ方向的這個 這個 單位向量 好 所以 A基本上就是 X double dot Y double dot Z double dot 好 那我的B就是指向這個Y方向 所以說我叫做B 0 那Lawrence Force Q V Cross B 那這要等於 MA 所以 QV Cross B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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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這樣就得到equational motion 所以我的equational motion 就是 所以這就是我的equational motion 要解之前的話,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希望我們有 我們看到0就應該覺得很興奮 為什麼呢?因為這表示 這個 它的加速度轉移0 表示它在這個方向是沒有受力的 所以Y 我可以PREDIC出來Y基本上是等數運動 所以 我直接就可以解出來Y等於Y0加上V0YT 好 那比較麻煩的是這個 是 這兩個 這兩個 就是 這兩個 Equation 好 這兩個Equation 第一個 它們是互相Couple 所以 表示Z方向的Velocity 會影響到我的這個 是X方向的這個運動 然後 and so on 對不對 所以 我們要怎麼來解它呢? OK 因為我們 以前從來沒有學過這個Coupl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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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微分方程 OK 好 那 所以我們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來Decouple它 那 我們要怎麼來Decouple它呢? 讓我先定一些這個Constant 讓我這個符號 notation比較簡單一點 那 我定一個 alpha叫做QB0 over M 所以我的這個 這兩個Equation就會變成 XDoubleDOT 等於 負 alpha Z DOT YDoubleDOT 等於 alpha Z ZDoubleDOT 等於 alpha XDOT 好 那 我只知道怎麼解 我最多最多知道怎麼解就是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 類似像這樣的 文方程 的 文方程 比如說是 怎麼解釋 這個 這個 文方程 對不對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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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讓我們 試著把它 這個 把其中一個變數消掉 所以消掉的方法很簡單 對不對 既然我只有 Z DoubleDOT 這個 這個 information 那我就把這個 這個 上面這個是 再把它做一次微分 所以我有 -alpha Z DoubleDOT 我就可以用下面這個 -alpha 平方 XDOT 所以這就回到我會解這個 這個 這個 EQUATION 對不對 這就回到我這個會解這個 這個 EQUATION 那 唯一不一樣的是 我不是用 X 我是用V 對 所以我這個是 所以我知道 所以我知道 這樣的這個 EQUATION XDoubleDOT TripleDOT 加上 alpha平方 XDOT 等於0 所以我知道我的XDOT 的解 就會是 那我再做一次積分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X 好 用TILT 好 所以 所以我最後會得到這個解 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是A B cos cos alpha t 加上 b sin alpha t 加上 XLing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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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我現在要決定是alpha,b,ab,ab,b這些係數 我還有一個initial condition沒有用掉,基本上就是我的initial velocity 好,那...ok,我可以做這樣的事情,我知道x double dot double dot等於負alpha z dot 所以我會得到就是,嗯...負alpha平方a,posi,alpha t,加上b,sin,alpha t 所以要等於負alpha a'sin,alpha t,加上b'sin,alpha t 好,那...這個是對所有t都成立,所以我可以把t等於0,還有t等於2分之pi 所以會得到...a要等於alpha平方b' 也就是a要等於b' 那...在t等於2分之pi的時候,我會得到b等於負alpha 所以我的這個equational motion現在就變成x-x0 對,a,sin,alpha t,加上b,sin,alpha t,然後z-z0,等於... 好,所以這是我的equational motion,那我要怎麼決定這個a跟b呢? 那讓我們...呃... 讓我們...假設一個initial condition,就是說v0...是在這個...呃... 從...從... 欸?也就是它沒有x的這個分量,可是只有yz的這個分量 對,那...呃...所以...我會得到就是說...我做一次微分 所以x.要等於-asin,alpha t,乘上alpha 加上alpha b cos alpha 對,那t等於0的時候,我表示alpha b要等於0 然後...同理你推這個...alpha... A...要等於z0 所以...你這兩個equation就會變成...相對很簡單 對不對?所以只有alpha非0 所以這個是...呃...sorry...只有a非0 所以是z0 cos 然後這個是...z0 dot sin alpha t 好,那這個基本上... 基本上是一個圓周運動的這個...這個...這個...這個solution 那也就是說,我的這個...這個...在xz方向的話 如果我只看xz方向的這個投影 對,這個是...xz方向的投影的話 那...這個...呃...這個particle 進來的時候是有...進來的時候是有一個initial velocity在...z... sorry...畫錯... 進來initial velocity在z這個方向 對...所以它會在這個... 在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平面上面做圓周運動 可是你...別忘了它還有這個y方向的這個速度 所以...畫起來的話就會是...像這個...這個spiral這樣子的東西 好,這個圖太能的話我就不畫了 就直接...你就看到是像這樣子 對...基本上就會有一個...會有一個這樣螺旋狀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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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otion 你寫太快...這個應該是要除以α 好,那...呃...不曉得這個...同學有沒有問題 寫以路問...對...作業是不是只有前面兩題...對...呃... 基本上是...對...沒錯...就只有兩題算分 其他課本的細題就是當作你的練習 誒? 好...呃...同學問為什麼三階文方程解出一次為分有cos跟sin 嗯...OK... 大家有學過5n方程吧? 還是正在學? 所以大家會解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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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quation嗎? 給一個y4t的函數的話 大家會解這個equation嗎? 對... 呃...沒學過5n方程的話呢? 嗯... 你需要1n方程...呃...現在的位置其實不多 你會解...會解這個... simple harmony oscillator嗎? 好... 好...我們的association是最後在講 所以其實... 你...你不會的話沒關係 你只要知道那個... 因為文方程... 你可以解...解的這個...呃... 的東西其實...其實不多 有exact solution的其實不多 所以...呃...文方程...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說你要先猜答案 OK... 好...那我很快的... 呃...教大家要怎麼解這個文方程 OK... 這很簡單 對...最簡單方法就是把答案帶進去 你看到對不對就好了 對... 那...那我教各位一招可以去解這個 所以...要解文方程很重要一件事就是猜答案 你要知道...你要知道這個答案會長什麼樣子 對...那這個我可能請助教的時候再跟大家...仔細講...講一遍 可是... 我如果要解一個這樣子的這個文方程式的話 對...因為我們時間關係我要... 我只能很快帶過去 OK...所以我現在如果要解一個這樣的文方程式 OK...那x是一個x of t 的函數 好...那... 嗯... 基本上你只要會解這個...這個...這種文方程式就可以了 OK... 這是我們這門課唯一會...會解的這個...這個... 我們知道怎麼解 equation of motion 那...嗯... 就先猜答案嘛 那我現在要...要... 猜一個答案就是... x of t 它是某個 t 的函數 對...那我希望這個t... 呃... 做一次微分之後 跟...做二次微分之後 形式還長得...長得一樣 對...形式還長得差不多 對...所以我要猜一個這個... f of t 好...那...嗯...你可以試很多方法 可是呢... 你唯一要記得就是有一個很好的函數 叫做...exponential的函數 對...我可以把它叫做...我猜這樣的答案 對...這個答案...這個...呃... 這個...做一次微分之後 它是... k 的 1 k t 欸...做兩次微分之後 是k平方 1 的 k t 欸...所以... 我就把...我...如果這個是我的解的話 欸...我假設這是我的解的話 我就把這個解... 帶進去... 所以我得到什麼...我得到... k平方... 1的 k t 加上... alpha k 1的 k t 加上... beta 1的 k t 對不對...要等於0 OK... 好... 那...你就看出來這個...這樣的好處 我把...原本要... 我...原本是要解這個...這個函數了 對不對... 那...當然可能有一個... coefficient OK... 所以這個...coefficient 那...coefficient其實不重要 我原本要解這樣的 equation 的話 好...我最後變成...解...k 對...因為... 1的 k t 都一樣...我可以把它提出來 所以我最後會得到一個...這個...這個 equation 基本上就是... k平方...加上... alpha k 加上...beta 1的 k t 對...那...對所有的 t 都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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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所以我知道我的k就是這個...這個... 呃...二次...方式的這個 solution OK... 好...那...我可以解一個...呃...最簡單的例子 OK... 這個...呃... sorry... 這個...simple hominine oscillator 對...這是...大家在...浦路都...都學過 對...所以我假設我的x等於... 1的... 嗯...在這個例子我把它...假設成...i k t 對不對...我k可以認一色 對不對...所以我戴進去... 一式微分... 然後... 再負...i... 2次微分... 等於負... 2的...i omega t OK... 所以... 我把它帶回去... 我把它帶回去... 我就得到 負ω平方1的iωt 加上ω0平方 1的iωt 要等於0 所以我知道我解出來ω平方要等於ω0平方 所以我的ω基本上是正負ω0 所以我知道的x基本上就是 就是這兩節的這個 linear combination 那這個就是a barcosωt 加上bbar sinωt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解 好 所以其實 這個就是你 你身為一個物理學家需要匯解的文方的事 好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你在這個slido上面 嗯 繼續提問 那 嗯 OK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談一下一些conservation law 我們先稍微談一下一些false的概念 我們在第二定律我們定義的false是甚麼東西 所以我們也用這個得到equation motion 那我們接下來談一下我們在這堂課會遇到的這些false有哪些 那有兩個大類類別 第一個是這個conservative force 保守力 那這保守力的定義基本上就是說 他的這個地所做的功跟他的這個路徑無關 基本上只跟這個起點跟終點有關 那如果有這種力的話我們叫做保守力 然後第二個是所謂的central force 那central force基本上就是他的force 基本上就是兩個粒子 這個之間的這個粒基本上是沿著兩個particle之間的這個連線的這個方向 ok 好 那 比如說我們 這個在普悟裡面學過的這個重力跟酷能交互作用力都是這樣的力 ok 好 那我們未來會學到就是說 基本上所有的這個force 基本上都要有個 都不是所謂的馬上就可以傳遞的這個force 也就是說我現在 在這個 在A點這樣子 比如說他突然create一個charge 不是在 宇宙的另外一端他就可以馬上就可以感受到這個力 其實所有的force都有所謂的retardation 也就是說他都有有限的傳遞速度 那基本上這個speed of propagation 比如像這個 酷能交互作用力 他的這個speed propagation基本上就是光速 所以任何有這個finite propagation speed的這個force 都不是central force 所以這些fondamental forces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的這四個fondamental forces 基本上都不能算是central forces 那 可是在古典的這個例子我們基本上把c 取到無窮大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考慮這個所謂central force的這個概念 好 那我們基本上有四個 我們認為的這個fundamental forces 或是fundamental的這個interaction 那有強交互作用 這個電池交互作用 這個電池交互作用 弱交互作用 然後這個重力 那 強交互作用基本上是描述這個 這個 這個原子核裡面的這個 原子核的這個interaction 那electromagnetic的話 電池 在 跟 weak 交互作用 跟弱交互作用 所以基本上是可以 被 被unified 那 gravitational 這個交互作用 對 基本上是描述這個 這個重力的這個 這個影響 對 那 前三者基本上 這個standard model把它描述出來 也就是說量子力學上面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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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odel 對 那重力的話 呃 人們還在嘗試 怎麼把它跟量子力學 符合起來 對 那重力基本上 古典重力基本上是由這個 這個廣義相對論來描述 對 那我們現在在看的這個重力 基本上是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 一個force 對 廣義相對論是把它當作一個 這個空間幾何的這個扭曲 那我們現在是把它當作一個force 那 呃 在古典的這個 這個領域裡面 基本上只有在 只有 電磁學 還有這個 呃 重力 我們可以用 有這個古典的這個 一個描述 那strong 跟 weak 基本上描述的是 這個 呃 微觀尺度的這個 這個交互作用 對 那 那 那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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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我們可能會看到這個 比較聚觀的這些力 比如像是摩擦力 摩擦力 基本上就是這個 這個 呃 呃 它的來源基本上就是這個 這個 呃 這個 呃 就是這個 這個物體跟物體之間的這個 這個酷能交互作用力 OK 好 那我們很快的overview一下這個 這個我們可以處理的這兩個 兩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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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頓的這個重力 呃 定律 來看 就是說這個 F 兩個 指點之間的這個交互作用 基本上就是 是寫成這個樣子 那 那 那 這個 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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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這個 Gravitational Constant 然後 R12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兩個 物體之間的這個 這個距離 欸 那這個-3 基本上告訴我們說 這個False 兩個物體 直點之間的這個重力 永遠是這個 永遠是這個 一個吸引的 好 那 這個G這個值其實知道 呃 19世紀 才可以被 呃 才被量得很準 對 那是這個 呃 我相信大家普物理課本裡面 都可能有提到這個 EVOS的這個 這個實驗 好 那 呃 庫倫交互作用 兩個靜電盒 所帶的 所 所 呃 所 呃 之間的這個交互作用 基本上就是這個這個 這個庫倫交互作用力 對 那 呃 一個moving particle的話 如果在一個電磁場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會有這個所謂的Lawrence Force OK 好 那 所以 呃 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 我們對 Fundamental的這個 Force 我們在這個 Classical 這個 Classical Mechanics裡面 所做的這個處理 那我們其實會花很多時間在看這個重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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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如果是 物體跟物體之間是 透過這個重力的 這個交互作用的話 我們要怎麼怎麼來看 對 對 那 我們會看第一個會看潮汐 然後會看這個行星的這些運動 呃 珠子類的這個問題 好 那 這個是很快的這個複習一下 這個大家可能在葡萄窓基本上已經看過 對 那 呃 我們 我們定義這個 這個工 對 所以如果 我讓一個物體 從 呃 施力 我對一個 一個 particle 施力 從A點 從1 呃 移到2 對 施力 從1 1到2 那我就對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物體做 做了 做了工 那這個工 對 這個工 基本上 呃 會被轉換成這個 這個 呃 這個 這個工 會被轉換成這個 這個物體的這個動能 所以 所以如果 F 這個在這個 所以在這個 呃 所以在這個 所以在這個 呃 如果這個這個力是在這個這個 particle上面唯一的力的話 那這個這個 work 就會變成它的這個 kinetic energy 對 好 那 由於這個工的定義會 depend on它的這個這個 path 對 會 depend on它的這個這個 path 所以 嗯 in general 對任何力來講的話 對任何力來講的話 不同的走不同的 path 比如說這圖上面的A 圖上的B 圖上的C 所做的工應該是會不一樣的 好 那 那 那 可是呢在一個比較特殊的情形就是說 你的force 是可以把它寫成一個gradient of some potential function U 對 那 在這個情形下面的話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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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這個情形的 這個 我就可以把 我就可以把這個 force 帶進去 對 那我發現就是說 這個工 基本上 就會變成這個 這個 呃 如果讓我讓這個 這個 force 不會 呃 產生這個 這個 kinetic energy 的話 那這個這個 force 所做的工 基本上就會是 這個 呃 這個 呃 呃 位能的差 從 initial到 跟final這個 這個位能的差 OK 好 所以這個U 基本上我們把它叫做是potential particle 跟的這個 這個 呃 potential energy of a particle OK 那這個potential energy 基本上是 是 呃 我只能定義它的差別 對不對 對 因為我我把U加一個常數的話 這個force還是一樣 因為gradient一個常數就是等於0 欸 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 呃 呃 只有potential energy的這個difference 才有這個物理的這個意義 所以我的系統的total energy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的kinectic energy加上我的potential energy 那 這個 我的這個time derivative of這個 energy 基本上是given by這個 這個 這個式 OK 有的total derivative of這個e 基本上就是我 我對這個t做total derivative 還有對u做total derivative OK 那我假設 對 因為t基本上是v的函數 對 我t基本上是這個v的函數 所以我可以把它寫成 對v的這個積分 對v的這個微分 好 那 所以 他們會互相消掉 會跟u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相關的這個互相消掉 唯一剩下的就是 u如果是一個 這個t的顯函數的話 會有一個partial u partial t的這項 這項這個留下來 那 通常我們處理的這些conservative force 他基本上就是這個 這個 u不會是隨時間的這個 這個 u不是時間的這個 這個這個函數 OK 不是時間的顯函數 所以 我的 我的f 是conservative 那 如果u不是時間顯函數的話 表示說 de de 基本上等於0 那表示說 e基本上是一個 constant of a motion 對 所以total particle total energy of a particle 在一個conservative force的話 基本上是 是個 constant 對 那這是一個conservation law 那 這個是我們在 我們 得到第一個conservation law 就是energy conservation law 也就是說 我如果 我的這個 這個 u 或是我的 force 不是一個 一個time dependent 這個 這個 explicit time dependent 這個 這個 函數的話 那我的total energy 也是conserved OK 就是energy conservation 好 那 有了這樣的事情的話 我知道就是說 給我一個 initial condition 對 給我一個initial condition 對 我就會得到這個 initial的這個 這個 kinetic energy 還有initial的這個 potential energy 所以我就得到 initial的這個 這個 energy 那它是一個constant 對 所以我就可以去解這個v of t 對 就寫成這個樣子 對 那 我把它做一次積分 在一圍的情形 這個是我們 討論一圍的情形 在一圍的情形的話 我做一次積分 我就可以得到 這個 inprinciple x 對 那當然我要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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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分能做出來 然後我要把這個 這個 呃 我可以取這個 反函數 好 那 嗯 有趣的 事情就是說 對 一圍的這個motion 我基本上可以 透過這樣的這個equation motion 就可以說很多的這個事情 對 比方說 嗯 我知道就是說 我的 1 我的1 絕對不能小於我的u 對不對 u的極小值 對 因為我的1如果小於我的這個 這個u的 極小值的話 我的1-u就會變成負的 對 那我的開根 我開根號之後 基本上就是 一個complex number 對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的1的最小值 基本上是 u的最小值 這是第一件事情 OK 好 那 也就是說 那如果 我一個1 我一個constant1 對某個u 是相等的時候 對某個x x 在某個x 看一下 可能從圖來看比較容易 就是說 我的1 如果 比如說我們看 1這個圖 對 我的1 在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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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點 我的1 都是小於這個u x 也就是說 這個告訴我 就是說 那個根號裡面 基本上是 會小於0的 那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基本上 在 在這兩個 點之外 對 在x小於xa 跟x大於xb 之外的話 我不可能有任何這個 這個 x of t的這個solution 那這個 這個告訴我什麼 這告訴我說 我的particle 最多最多 只能走到xa 跟xb 對 也就是說 他只能在xa跟xb之間 這個 這個 互相這個 這個運動 所以我知道 這個會是一個bunded的這個motion 對不對 這個motion基本上就是 會在 x等於xa跟x等於xb之間 跑來跑去 好 那 比較有趣的是 1 2這個case e2這個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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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會dependent 我的這個initial condition 對 如果我的initial condition 是在xc跟xd之間的話 那我發現就是說 它基本上會在xc跟xd中間這樣跑來跑去 可是如果我的initial condition 是在xc跟xf中間的話 那 它基本上 這個particle碰到xe的時候 它就不能再過去了 對 所以它現在就要折返 一直跑到xf 它就不能再過去了 所以 depends on initial condition 它會有兩個不同的這個bunded 這個軌道 好 好 那 那 在xd跟xe中間的話 這particle是沒有辦法過去的 對不對 因為這個 這個e是小於我的u of x 好 好 那 對e3而言的話 對e3而言的話 我的particle initial condition 我的這個運動基本上是會 比如說如果我 我的剛開始的velocity 是朝這個正x這個方向的話 那我就會一直往外面 往x無雄大的這個方向一直走 對不對 那如果 我的剛開始的velocity 是往負的x這個方向的話 所以我從很遠的地方會進來 那很遠的地方會進來 然後跑到x等於xg的這個地方 然後 它再反彈 然後再出去 所以 在這個情形的時候 然後 我不可能讓我的這個 這個particle會到 x小於這個 這個xg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區域去 對不對 所以這個orbit 基本上就是會一個 一個 從很遠的地方走進來 然後 反彈一次 然後就 跑到很遠的地方去的 好 那這些例子 我們未來在談這個 這個行星軌道的時候都會看到 對 都會看到 至少e1跟e3這個例子 那e4的話 基本上 它可以在所有這個 particle 所有的x都可以 都可以有這個 都可以移動 好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既然我知道我的total1 就是conserved 對 那我的這個 1跟這個 這個potential energy之間的差 就是我的這個kinetic energy 所以我會預期就是說 在 在譬如說 對1上來講 xg的地方 我的這個 這個kinetic energy 就是會等於0 因為我的potential energy 跟我的total energy 是一樣的 對 然後 在 x等於x0的時候 我的這個potential energy 我的這個 這個kinetic energy 就會是最大的 因為這個是potential energy 最小的 所以在這邊 在x0的附近的時候 這個particle的速度最快 欸 好 那不曉得這個同學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圖 大家一定要看懂 因為 我們未來看這個 看這個 這個 行星軌道的時候 會 一直在看這個圖 類似的圖 好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這個位置 就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是 gradient 就是 gradient的potential 等於0 對 那這個 這個位置 是 gradient potential等於0的話 基本上就是 沒有force 對 force等於0 對 那這個我們叫做平衡點 欸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說 我在這邊可能有好幾個gradient potential等於0 比如說 x0這個點是一個 這個gradient 等於0的這個點 然後在這個 這個 這個 在這個 x 在x 在xd跟xd中間這個 這個 這個 三頂也是個gradient等於0 這個 gradient u等於0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點 OK 好 那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 對不對 這兩個gradient 雖然它gradient 0都等於0 可是它的在二次微分的話 欸 一個是正 一個是負的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我 我把一顆球 一個 particle 放在這個 這個山頂的時候 我如果有一點點小的這個力 或者我稍微一點擾動 它就會 跑離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平衡點 對 那 那 如果 我在這個山谷的地方的話 我稍微有一點擾動 對 稍微有一點擾動 可是呢 擾動的結果是 它的potential energy 是要增高的 那增高的話 表示說 它的力是往 這個平衡點回來 拉回來的 就表示說 這個是一個比較 stable equilibrium point 所以 第一階為分子等於零 可是我們就要來看 二階為分子等於零 二階為分子等於多少 好 那假設就是說 我在equilibrium point 附近的話 來做這個 這個展開 我把它做這個 泰勒極速展開 那equilibrium point 這個dx 就等於零 對 所以我u基本上會 變成一個這個 這個 2分之x平方 然後 這個u的二次微分 對不對 那depends on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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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的這個 這個二次微分的這個 這個sine 對不對 如果 我 離開這個x0 就是我的x 不等於0的時候 對 x不等於0的時候 那表示說 我這個potential energy 如果是增加的話 那 這個告訴我就是說 我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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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gain energy 也就是說它的 force 就是往 這個 equilibrium point 所以它 Stable 所以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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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bility的這個 condition就是 這個 u的二次微分 在 equilibrium point 附近是大於0的 那如果是小於0的話 那 那 每 離開這個equilibrium point 它的potential energy 會越來越低 對 也就是說這個force 就是drive 它 away from 這個equilibrium point 所以 這個equilibrium point 就是不 Stable 對 那在一圍的情形 基本上只有這兩種 對 那在高 維度的情形的話 你可能會有 這個potential energy 在某一個方向 它是Stable 可是在另外一方向 是Unstable 就是說 它 在這個 在 X方向可能它是 這個二次微分是大於0的 可是在Y方向 這二次微分是小於0的 對 那這個基本上就會變成一個 這個基本上就會變成一個 這個 所謂的saddle point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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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ilibrium point 不曉得同學有沒有 對這個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 這個 好,呃,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我在这个slido上面有一个poll 那我基本上就是想要问同学我们需不需要开一个群组之类的东西 discord是一个群组的方法 如果你有玩games或是你有这个参加什么社群的话 对,就是有点像聊天室一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现在的投票只有20个人投 然后有很多人还是不知道discord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好 看一下哦,有没有slido这个问题 OK,所以应数二是先教辨分法嘛 那表示我们那个辨分法就可以完全跳过 我们直接去调这个 直接去讲这个,这个hammitonian 哦,要休息一下嘛,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了 我们十分钟回来 我们十分钟回来 到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觉得能够放松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有了 第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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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各位在chat裡面反應我真的很 很佩服那些在Twitch上面的那些直播主 所以他隨時都有辦法自己一直講話然後還可以有辦法跟這個觀眾來互動 自從我開始當 開始直播課程之後我才發現當直播主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OK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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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呃... 看一下喔 好 那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剛剛談到的這個conservation of energy 那其實還有兩個很重要的conservation law 基本上就是conservation of這個linear momentum 對 還有conserv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 那 這些conservation law 你剛從這個牛頓定律來看的話 它基本上就好像是 就是說如果你不受外力的時候 對不對 那你的這個 dp dt就等於0 所以你的這個p就是constant 那 一樣的這個angular momentum 也就是說你沒有受外力矩的時候 因為我的 我的equational motion是 這個n等於dl dt 那l等於r cross p 所以我沒有外力矩的時候 我的這個angular momentum 基本上是constant 那這是單純從這個equational motion來看 對於這個 這個物理定義來講的話 這個conservation law基本上是 跟這個 這個物理的這個 這個這個 跟這個這個系統的這個這個對稱性有關 好 那 對稱性是什麼呢 那 我們用這個 這個 用 我們用這樣來看 那我claim就說 這個conservation of p 對應的基本上就是 translational symmetry OK 那 conservation of這個l 對應來就是rotational symmetry 好 那什麼是translational symmetry呢 translational symmetry就是說 當 這個系統 在這邊 在這邊 我描述他這個這個東西的這個這個這個equational motion 跟 我把它平移了比如說這個這個 L這個長度 再往往這個方向 L這個方向 我把它平移之後 對 那這兩個這個這個系統 這兩個系統 對 嗯 如果 我把這個平移之後 這個系統還是 還是一樣的 表示說 我 我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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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entum 是不會改變的 對不對 就是我現在的這個 我 我把這個系統從這邊 移到這邊 那我的equational motion還是一樣的話 這表示說我有 我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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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有translational invariance 給有這個translational symmetry OK 那這個translational symmetry對應的基本上就是 你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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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entum Momentum是 conserved OK OK 好 那 Rotational symmetry 那 Angular momentum跟rotational symmetry 這個系統有rotational symmetry 的意思就是說如果 我現在有個系統在這邊 我把它轉了這個 比如說 呃 一個 SETA這個角度 對不對 我把它轉了SETA這個角度所以我我把它做了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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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動 可是我的這個equational motion還是長一樣的話 對 表示說 對 我不 我不可能收wideleach 對 因為我在不同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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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坐標裡面 對 看他都是一樣的話 那表示說他這個系統是不會有受外力矩的 對 沒有受外力矩的話基本上就是有這個 Angular momentum conservation 對 對 呃 這些東西都是有嚴格這個這個這個數學定義的 對那這個我們未來再看這個 這個 呃 所謂的 這個generalized coronates 還有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 Hamiltonian Lagrangian equation of motion 的時候 我們就會可以去去 就 很容易可以看到 呃 一個簡單的這個這個想法就是說 因為我的P V 我從這個momentum來看的話 我是基本是mv 對 所以v是什麼 v是x. 好 如果我現在做這個translation的話 我做一個translation 對 我做完就是translation 如果這個 變成x 加l 對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如果是constant的話 這個東西還是一樣 對 還是等於這個 對 所以 這告訴我就說我的momentum如果我系統 我做了平移之後 那系統描述還是一樣的話 我的這個momentum是不會變的 所以這是conservational momentum 那一樣的就是說我做rotation 對我做rotation 那rotation 描述的話我們未來會講 我做rotation之後 然後 那如果這個系統 這個描述還是一樣的話 假如說我這個系統有rotational symmetry 所以 我可以同理得到這個angular momentum 是conserv 所以 對一個系統來講 如果 如果 我有這個conservative 我 沒有外力 沒有外力局的話 對 然後 他的這個 這個所受的力 不是 不是隨時間的函數的話 我基本上有 有七個手衡量 有三個是 linear的這個 這個momentum的這個 三個component 有三個是 angular momentum的三個component 然後加上這個energy 那有這些手衡量之後 我們基本上可以簡化很多這個 我們可以 可以簡化很多這個 我的這個 這個equation 因為我可以利用這些手衡量 我知道比如說angular momentum momentum是手衡的 所以我initial condition就已經決定了我來給我momentum 那 initial condition也決定了我的這個這個 這個 energy initial condition也決定了我的這個 這個 linear momentum 那這些東西 對我們就可以用它來 重新寫我們的這個這個比如說這個這個energy 的這個functional 隨著這個 隨著這個時間的這個改變 所以可以簡化很多東西 OK 好 那不曉得這個同學有沒有問題 OK 所以有同學問 YP 同學問 就是說什麼時候才使手衡量保證對稱性這件事情成立 OK 那有一個 有個東西基本上就是所謂的 叫做Northor theorem 他的statement基本上就是說如果你有 你有 你有 這個系統有對稱性的時候你就一定會有一個 手衡量 對 這個是 if and only if 所以兩邊都會成立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基本上是一個 其中的幾個例子而已 那energy我們是要特別拿出來講因為 因為 我們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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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ical mechanics裡面的 在這個 energy 我們沒有辦法把它associate with這個 這個 這個 某種 某種 某種這個 symmetry 所以這個是我們 我們在這個 這個保守力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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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星 我們去推導出來這個結構 這個 OK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個這個例子 我們來用我們剛才這個 這個看這個equilibrium point的這個平衡點這個 這個 stability 這個條件來看一下 這樣一個potential 假設我有這樣一個potential 我現在有這個potential 那我知道就是說這個potential 它有 你把它畫出來的話 基本上長這個圖上這個樣子 在x很大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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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x很大的時候 基本上是虛弦於0的 這項dominant 所以這是虛弦於0 那在x等於0的時候 對 x等於0的時候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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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可以下去做微分 我們可以下去做微分 讓我先簡化一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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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tion 我把它叫做 x bar 這個 這個 就是一個 constant 所以我把它除掉 然後 然後 然後我把d平方都除進去 我上下都除d四四方 所以我得到x平方 1平方 加上1 所以這個叫做 所以這個叫做 我應該叫u 叫做 z 好了 所以我的x bar就是我的 x 除以低 就變成 x bar 平方加1 x bar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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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所以說我就是把 dz dx bar 又等於0 對 那這就等於 嗯 所以這就等於 -2 寫下來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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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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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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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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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solution 就是 x等於0 然後 x等於√2d 正負√2d 好 所以說 我就得到了這邊 這個是 這個點 x等於0 然後這是x等於√2d x等於√2d 好 那我從這個圖我可以看就是說 所有的x 所有的energy只要小於0的話 對不對 因為這potential是一直到 到正負窮大 那 x都是 1都是小於0的話 所有的motion基本上都是bund motion 好 那我可以給一個 我要找這個 1等於-8 -w 除以8的這個 這個turning point ok sorry 我們等一下先看一下 ok 所以 我可以做這個 這個 z的二次微分 可是其實你很容易 從這個 這個 這個圖看出來 在x等於0這個點 它基本上是unstable 這個 這個 equilibrium ok 所以這個 這個點是unstable 那這個 這兩個點是stable 你可以check 就是做二次 二次微分 對 你可以做 做二次微分 然後帶這個 這個 equilibrium 這個point的 這個 solution 進去 不過你從圖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地圓盒 unstable 這個 這個是unstable 那這兩個是stabl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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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ilibrium point 好 那 我們想要 想要知道就是說 1等於 2 8分之w 的時候 他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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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ing points 那 回到這個圖 對不對 我知道u0的時候 就是 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負八分之 w 所以 這個 這個 就是我的 1 對 這是我的 1 好 所以在這邊 我會得到這個 我要 我要解的是什麼 我要解的是這個 這個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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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所以我的 這個是我需要解的 那所以我的x bar 四十方加8 要等於 這兩個要相等 8x平方 加上8 對不對,因為我這兩個要相等 好,所以我一向一下我就得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得到的是這個 x bar 四十方要等於8x bar 平方 所以x bar 平方就要等於0 x bar 平方等於0或是8 所以x bar 又要等於0 或是正負2 根號2 我寫成x 記得x bar 記得x bar x bar x over d OK,所以這個是Turning Point 那回來看 你記得這是根號2d 對 所以如果我的Initial Condition在這裡 他碰到這邊的時候這個點他就會轉回來 所以他有個Orbit是這樣子跑來跑去的 然後另外一個Orbit是這樣子跑來跑去的 對 所以 這個基本上就是 很簡單的這個分析 給我一個 給我一個這個 這個1d的Potential 我可以去分析就是說他的這個 這個 Equilibrium Point 他的Stability 然後還有 對一個這個 給我一個Initial energy 他的這個軌道形式會長什麼樣子 這同學他們有什麼問題 對 alltså 啊 喇 感谢观看 有同学问就是说 u对x的二阶微分还是等于0的话 那你就要分析更高阶的微分 我们基本上就是 我们基本上就是要 要知道就是说 你当x离你的这个equilibrium point 稍微离开一点点的话 它的potential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那你的二阶微分为0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很平的这个 这个这个 那你可能要走到 三阶微分或四阶微分 如果它有symmetry的话 可能是有四阶微分 这样的这个这个 所以symmetry基本上是它要看更高阶项去讨论 好 好 那我们考论到最后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subject 所以基本上 我们知道怎么用牛顿力学 至少去结一个一个single particle的问题 那基本上就是 你要能结这个equational motion 基本上是一个二阶微分 二阶的这个微分方式 如果你知道怎么解微分方式的话 你基本上可以从 这个particle的initial condition 就可以predict它所有的这个 这个 在所有未来时间的所有这个运动 的这个 的位置跟速度 好 那 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好 牛顿力学是不是有 有有limit 对 那 呃 在 我们一般日常生活看到这个 这个 呃 这个现象里面 牛顿力学都是ok的 对 所以基本上 比如说你在设计 一座桥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可以考虑这些 呃 这些力 呃 以这个牛 牛顿力学这个这个 呃 角度来考虑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 就可以很准确的去 去计算出说 这个 这个 呃 这个建筑会被倒啊 或者是桥会被塌啊 对 那像比如说花莲那个拆 房子的那个工人就是没有学过 牛顿力学 才会让那个房子倒下来 诶 好 所以 呃 对聚光的这个现象的话 那 我们假设就是我可以 量 某个 呃 物体的这个position 他的momentum 都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那我的 我在这个条件下的话 牛顿力学是ok的 那在围观的这个尺度里面的话 比如说在这个一个电子的这个尺度 或是原子的这个尺度的时候 那我们有测不准原理 所以我的这个position跟momentum 不能同时这个被测量非常非常准 对 所以 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不能考虑 呃 牛顿力学 因为牛顿力学是把 把每个 额 例子 当做一个这个 这个 额 例子 来看 那 呃 我的量子力学 就会把 这个波动性 把它考虑进来 那在波动性 我的例子 基本上是一个 类似像波包的概念 所以在波包的概念的话 它基本上不可能有 呃 在微觀的這個尺度的話我需要量子力學 那另外一個限制就是說 我們現在假設就是 我的光速是無窮大的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在光速 在這個物體的這個 運動接近光速的時候 那我基本上需要考慮這個相對論 或是說反過來講說 我知道我的這個光速是恆定的時候 那我在不同的這個坐標系之間的人看到這個 事件的發生 的定義就會不一樣 那所以我們就需要這個所謂的這個 相對論 那我們下一期的學期會考 會來談這個所謂的 狹義相對論 好 那另外一個情形 另外一個情形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知道這個 怎麼去描述 一顆例子 我可能可以描述兩個例子 那三題問題 如果有三個例子 那他們之間是重例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沒辦法有解析解的這個問題 你會以為就是說好 我會解這個equation motion 我至少我可以解到 3 3是很小的一個number 三個 三個particle之間 只有重力的這個 interaction 的話 基本上你就沒辦法用解析解了 那 所以我們未來會解 很多個例子的問題的時候 基本上我會考慮就是這個這個例子 基本上是一個 所謂的 鋼體 rigid body 就是說 他們之間是不會 不會有相對的這個這個運動的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把他們這個這個 內力基本上這個系統內力 去 去 不管他 我就把他當作一個single particle來 來看 可是他有一些 描述他鋼體的一些性質 好 那 所以我們的牛頓力學基本上我只能做到這麼多 或是說我可以做到 N個couple的這個harmonial slater 所以我可以做到1 可以做到2 那下一個我會做的基本上就是N很大 對 那當你的這個 particle number 很多時候 很多是多少要改年 1000 10000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我們現在如果在教室裡面的話 那我 教室裡面這個這個氣體的這個分子的數量 我們就算他1mol好了 1mol是很稀薄的這個氣體 考慮一個教室的話 1mol就有6乘以10的23次方這麼多個例子 對 那這麼多個例子每一個 都是 受到其他還有外界所受到的 對他所作用的這個例 加上 對 加上他們之間的這個交互作用力 OK 那 可是呢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不需要知道每個這個 particle 這個 細節這個運動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去描述 我可以 寫下這個所謂的理想系體方程式 Pv的nkt 所以 我可以用很少的這個物理量就可以來描述 這個系統的這個 行為 那我怎麼從這個圍觀的這個角度 從 每一個particle 他都是 自己在做這個這個這個運動 因為他都是每個 每個particle 他都 照著這個這個 牛頓第二運動力來 來運動 可是我怎麼知道要怎麼去把 用一個聚光的這個量 來描述就可以了 那這個東西是未來 各位會學到這個所謂的 統計力學 就是我怎麼從 微觀的角度 那我去看一下一些機率的分佈 然後去得到最有可能的這個狀態 那 這些最有可能的狀態基本上就是對應到 你在熱力學看到這些這些這些 物理量 所以 我們會做的基本上就是 1 2 然後無窮大 物理學家會做 那中間就在這個中間基本上就是困難的問題 所以 基本上我們 這個chapter我們就談到這邊 不曉得同學有沒有什麼 其他問題 我已經不教童物了 未來要來教你們班的這個 這個 力學 所以我就被從統物拔掉了 好 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對 對 同學問就是說如果 我分析這個 Stability 往更高階微分要怎麼分析 一樣大於0或小於0 因為你只要知道就是他 他 他 x 離開這個 這個equilibrium point 的時候 是 增加或減少就好 因為你基本上是要分析 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是在 在 equilibrium point 你附近做 把 把這個 這個potential做展開 對 所以 你如果 2次微分等於0的話 你去看3次微分 3次微分如果大於0的時候 x 因為我現在equilibrium point 在x等於0 3次微分的時候 3次微分如果大於0的時候 我x 稍微離開x的話 OK 所以這邊有點tricky OK 好 你如果有2次微分等於0 3次微分不也0的話 對 那你要看就說你在x的附近是會 會 增加或減少 那 因為x三四方有可能有正有負 那通常就是說我們可能 我的potential如果是像我們剛剛看到這個例子 這個 我們可能potential有些symmetry 比如說他對0是symmetric 所以他的這個三四方這個像基本上就會不見 OK 所以 他不會有這個三階倒數的這個 他還等於0 就分析四階倒數 那如果是他有三階倒數的話 那 他可能就是不是一個stable 因為他 x大於0的時候跟x小於0的這個behavior可能會不太一樣 所以基本上你要分析的方法就是說 你要看就是你x 從這個 從這個equilibrium point 離開的時候你的potential到底增加還減少 他如果是增加的話表示說他會把 他會把這個particle 帶回去x的這個 這個equilibrium point 對 那如果是減少的話 他會把它 把他 他會帶離開這個equilibrium point 對如果是次函數的話就有可能是像我們剛剛看的喔 可是那個函數應該是會蠻奇怪的 因為你要design 我的hunch是說一定不會stable 我當然就是說你 因為 因為你的這個 這個 因為就算是 這個這個三階倒數在x等於0 這個點他一定是正或是負 對不對 所以他是一邊是正的 一邊是增加一邊是減少 所以 Depends on你的 這個 這個perservation 他有可能 不管怎麼樣他都會 都變成unstable 所以說如果你有一個 有一個積函數的話 那剛好又是他在這個equilibrium point的二階倒數就只能於0的話 他應該是一個unstable的這個equilibrium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由於下次我們不上課 那我不曉得那個CDC什麼時候會改 會改這個上課規範 那如果 所以說大家要這個要注意就是我們 的這個通知 那如果我們改了這個 我們回到實體上課的話 有可能我們會把那個 考試的方法 做改變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要走一步看一步 因為這個covid實在是很煩 非常討厭 也許我們下一第1次考試還是照舊進行 那如果是 我們實體上課的話我們就在課堂上考 如果是繼續線上上課的話 那就是照我們在在線上上課這個這個方式來考 好那之後考試的話我們就 我們會再考慮一下 因為每兩個禮拜考的時期對大家負擔可能會比較重一點 我比較擔心是到時候 譬如說 又有秋冬防疫專案 那我們又要線上了 所以這個是很討厭的事情 好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好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課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可是我會多來 多留10分鐘你有什麼問題可以問 或是要聊天後來可以 對因為我兩個禮拜要出一次考卷是很可怕的事情 對 OK 當初考試 為什麼要考這麼多次 基本上就是要 因為如果線上考的話 希望 希望考試時間不要太多 因為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完全open book 那open book那就是 非常非常難 然後考試時間可以久一點 可是呢 各位才大二 我不希望馬上就把大家嚇跑了 因為以前 如果比如說像我以前教統計力學 考了這個考試的話 就是take home 寫三天 那很多題你基本上是寫不出來 我希望可以考比較簡單一點可是 可以又要讓你沒辦法 在這個網路上面可以很快找到答案 所以要考短一點 所以時間短一點的話就是要多考幾次 單純只是這樣子 那如果可以實體考的話我就可以 因為 因為不會open book的話我的限制就比較沒有 沒有太多 所以你覺得這樣很棒是什麼意思 是哪樣很棒 三天take home 沒有我的概念是就是大家大家是大學生 因為take home其實是很很很 很慘慘烈的事情 你如果三小時就可以 你三小時可以 解決事情的話 不要變三天對大家比較殘忍一點 其實最好的方法是口試 可是這個課堂如果有 超過一百人我口試就不知道口試到什麼時候去 再試一 максим Japanese 就 dal乎追問一下 一點點 但我要保持這個地方 除了最多了 但是我都不要這樣 我當然只有你 沒有問題 因為我先講一下 我現在就算要那個 感谢观看 小考的 小考的 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课 我们这两次上课在课堂里面讨论的事情 然后跟作业会有些相关 那 我们题目还没有Finalize 所以会有怎么样的展开 我也不知道 推助教出稿 然后我最后Finalize 对 你说在constraint那边讲细一点什么意思 是在variation的那个部分吗还是 就是lagrange multiply这些东西吗 对现在是聊天时间 那个 可能那个holonomic跟nonholonomic 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课不会太认真去care 我会稍微提到啦 因为课本上有稍微提到 对,11点啊 我们是11点开始考 对,11点 tops Discord我其實已經開了 我等下就會把link寄給大家 考試只會考到前面兩張 所以是 你第一次上課應該沒來 留止成 我們只會考前兩次上課 當初的預想是 會考前兩次上課的這個東西 OK 好 好 那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那反正請大家注意這個 NTU Core 上面的 Announcement 可能會有一些改變 那你可是你考試還是先準備好 OK 好 那就先這樣 謝謝大家 補充 我去開了 下來了 陂南 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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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陂南